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175集 农村发生过很多离奇古怪的案子 有些难以从人性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所大学的两名女生出外游玩的时候迷路 走进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荒村 从此失踪 一个月以后 其中一名女生被警方找到 但是她一句话也不说 呆呆的 她已经精神失常了 而另外一名女生最终没找到 下落不明 年龄较大的人应该记得发生在东北的九头案 一个村民先后将九个人用毒药要死 将头颅割下堆成一个祭祀形状的塔 被害人三男六女涉及五家 这是一起因为迷信活动而导致的凶杀案 滇东南的一个乡村常年有小孩失踪 都是十岁以下的幼童 最初村里人以为是被人贩子拐跑 都严加看护自己的孩子 但是村里的孩子需要干些农活 无法管教太严 有一天 姐弟俩白天出去玩 晚上回家的时候只有姐姐 父母问你弟弟呢 姐姐说跟着一个老奶奶去吃糖了 父母就去老父家找小孩 老父一家矢口否认 但是眼神却瞟着院子里边的猪圈 父母觉得可疑 就跑过去看 在猪圈里发现了一具被剁去四肢的小尸体 正在被猪拱来拱去 父母下滩了 醒过神来 拔腿就跑 召集村民围攻老父一家 老父被愤怒的村民扭断双手 他家的菜板上有血迹 问他以前失踪的那些小孩哪儿去了 老父说 喂猪了 包展回到村委会 将调查的情况悄悄告诉了特案组的其他三名成员 案情发布会已经开完 梁教授让村委会干部组织起来 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列出该村的失踪人口名单 村党之书表示 村里边有很多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 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核查失踪人口需要时间 村党之书以极快的工作效率 统计了一下东石谷村的失踪人口 到了晚饭时间 村党之书向特案组声称 本村没有失踪人口 他们设下晚宴 只想尽快地把特案组打发走 特案组对他们的草率 感到了愤怒 但是又无可奈何 乡长高日德说吃了饭再走吧 我们叫了韭菜 村党之书厚颜无耻地善笑着 说反正都是公款 梁教授让大家凑了一些钱 交给村党之书 他表示这些是饭钱 顺便把房租也交了 麻烦你们村委会收拾出两个房间 我们特案组打算住在这个村里 不调查清楚 绝对不会离开 画龙悄悄对包展和苏梅竖起大拇指 他说道 我就喜欢老头这倔劲 高日德和村党之书并没有感到难堪 只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他俩担任基层干部以来 第一次遇到拒绝公款吃喝 甘愿自掏腰包的人 晚饭过后 特案组四个人进驻了村委会的值班室 梁教授打电话询问了一下 当地警方和省厅以及有关部门 在其他三个村的调查毫无进展 法医小组进一步的勘验报告 却有了新的发现 八名死者的衣物纤维之中 均有矿物质粉末 经过化验 那是一种碳元素 八具尸体埋在荒野之中 发掘的土壤里没有煤炭 这说明死者生前 可能从事煤炭的挖掘 运输 贩卖 或者是装卸工作 特案组讨论了一下 大家对此案的看法 一共有以下几点 一 凶手不止一人 八具尸体 而且被害时间跨度大 一个人不大可能完成 杀人 殉尸 埋尸 和遗尸的整个犯罪过程 二 凶手的身份为农民 或者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的人 这一点可以从马放尸体的方式上分析得出 三 凶手对埋尸处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 对周围的村子应该也很熟悉 四 八名死者的衣物上都发现了煤屑 东石谷村村民大多外出干活 从事挖煤矿的体力劳动 特案组更加坚定了侦破方向 凶手极有可能就在这个村里 因为八名死者被埋在地里 尸体都已经腐败 面目难辨 梁教授打算第二天 让村民来辨认死者的衣物 希望能够确认死者的身份 当天夜里 苏梅遇到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情 村委会墙外 有一个公共厕所 肮脏无比 毛坑用石头雷起 男侧女侧不太好分辨 厕所墙上原先用石灰写着男女 但是被调皮的孩子用砖茬写上了字 故意混淆 半夜的时候 苏梅拉肚子 去户外上厕所 她虽然感到害怕 但是又不好意思叫醒画龙和包展 只好一个人大着胆子去上厕所 墙上标志混乱 夜里分不清男侧女侧 苏梅轻轻喊了一声 有人吗 黑乎乎的厕所里边无人回答 苏梅憋不住了 顾不了那么多 硬着头皮随便找了个厕所 就走了进去 苏梅穿着一条紧身的铅笔裤 腿部显得性感修长 她脱了裤子 蹲了下来 皱一皱眉 一阵水花四溅的声音过后 苏梅如释重负 同时 她感到羞涩 那声音在夜里 未免太响了一点 苏梅挪动一下脚步 高跟鞋踩在毛坑的石头上 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 地上有很多烟头 还有许多擦过屁股的烟盒纸 苏梅在心里边嘀咕了一句 进错厕所了 厕所隔墙上 有几个缝隙 缝隙之间的泥巴 很容易捅开 有的砖已经松动了 甚至可以拽出来 农村厕所墙壁上 大多都有个洞 这归功于农民的娱乐心理 偷窥欲 在这里得到了明目张胆的释放 如果在南侧 透过墙上的小孔 向女侧望 很可能会看到一个眼珠 正在偷窥南侧 更奇妙的是 互相偷窥的 就是在乡间土路上 刚刚打过招呼的两个乡林 苏梅觉得这个厕所有些古怪 担心被人偷窥 她不敢凑近墙缝 去看旁边厕所里有没有人 黑暗之中 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 摸了一下她的屁股 苏梅吓得魂飞魄散 恐怖片里常常有这样的画面 女人在方便的时候 便池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她低下头一看 随即就不感到害怕了 脚边有一根树枝 可能是自己无意间碰到了树枝 苏梅正想站起来的时候 墙的那边传来了一阵阴森森的笑声 一只手突然从墙的那边伸出来 那只手抓起了树枝 插到了苏梅的头上 苏梅吓得惊叫起来 立刻跑出厕所 跑回了村委会 画龙和包展被惊醒 苏梅心有余悸 对画龙和包展简单讲了一下 刚刚发生的事情 画龙哥 我屁股被人看了 村里有流氓 我靠 这还了得啊 人呢 现在可能是黑暴了 我没敢回头去看 包展说道 你说那个人 把树枝插到你头上 是啊 我还听到那个人笑了 特别恐怖 吓死我了 包展想起了 河堤土洞里边发现的那具尸体 脑袋里插了一根芦苇 这个偷窥厕所的人 也有往人头上插树枝的动作 那么 此人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厕所里边已经没有人了 墙壁上的两块砖 被人拽了出来 那个人就是从这个墙洞里边 伸出手吓唬苏梅的 厕所旁边有一个人字形路口 那个人肯定跑不远 画龙和包展决定分头去追 苏梅站在路口 惊魂未定 路口附近有一片小树林 树林里还有几堆玉米杆和棉花杆 夜色之中 苏梅隐隐约约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一个什么东西正直立行走在树林里 从身影上看 就像是一具骷髅或者是一具干尸 这具干尸走路的姿势非常奇怪 上身不动双手低垂 一点一点地向前走 苏梅大喊起来 画龙就在附近 闻声而来 两个人走进树林查看 树林里边没有人 一片寂静 月光如水 画龙质疑道 你是不是养花了 吓傻了 我明明看到这树林里边有东西啊 见鬼了 苏梅有些害怕 紧紧握着画龙的手 那东西绝对不是一个人 也不像是什么动物 画龙拉着苏梅的手 继续往树林伸出走 他们绕过几个柴火垛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检查完最后一个柴火垛 环顾四周 月光照耀着树林里 看不到一个人影 苏梅说道 会不会藏到玉米杆堕里了呀 画龙踢了踢堆放着的玉米杆 威胁道 出来 玉米杆堕里边也没人 苏梅紧张了起来 双手抱着画龙的胳膊 画龙和苏梅感到很奇怪 这个时候 他们头顶上方 传来了一阵 阴森森的冷笑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